马斯克收购推特后 几乎每一个动作都能在全球各地戏提热搜 从一泊三指的收购到50%的裁员 从戏精演员到推特蓝标收费 这不现在又公开说 要让推特成为微信那样的存在 并且现在又开始基于支付宝的余额宝功能 可以说马斯克入主推特妥妥的一条科技圈的新闻 愣是被放大成为一条全球性的娱乐新闻 一个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操操作 真是不枉马斯克钢铁侠的威名 这大哥是真能折腾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始末 科技大佬反向抄微信抄支付宝 在美国能行得通吗 欢迎观众玛尔的频道 长按点赞是对玛尔最大的支持 感谢 推特在中国相当于微博的平台 也可以说推特是微博的鼻祖 想当年川建国以推特治国 足可见推特在欧美国家有多普及 那咱们先来回顾一下 马斯克与推特一波三折的收购拉锯战 从2022年1月31号开始 马斯克几乎每天都买进一些推特的股票 但因为每笔交易额都不大 所以也并没有引起市场的注意 在连续买了两个多月之后 到三月中旬 马斯克持有了推特5%的股份 因为美国证监会要求 持股达到5%的股份的时候 就要对外公布了 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 原来马斯克想对推特做点什么 于是就开始跟推特CEO和创始人见面 商谈私有化的事宜 一直到4月4号的时候 马斯克增持的股份已经达到了9.2% 成为了推特单一最大股东 并提出以54.2美元一股的价格收购推特 也就是总价值440亿美元 但是当时的推特董事会 不想让马斯克控制公司 于是就发起了一个独玩计划 来抵御这位全球首富的恶意并购 简单的说 就是一旦大股东与董事会出现重大分歧的时候 触发独玩计划 剩余的股东就可以以市价一半的价格 购买到增发的普通股 这就是为增加收购方的资金成本 和稀释大股东的股权 但是计划刚公布没几天 推特就宣布 接受了马斯克提出的440亿美元收购计划 推特是接受了 但是到了5月份的时候 马斯克又返回了 说是推特没有按照要求 公布垃圾账户和虚假账户的信息 严重违反了收购协议 于是宣布收购中止 随即推特的股价大幅下跌 比当初的440亿美元报价跌去了90亿美元 可这个时候推特又不干了 推特董事会和推特的股东分别起诉马斯克 董事会说自己没有违反协议 要求继续以440亿美元执行收购协议 而股东则说马斯克的欲擒故纵 这不是在操纵股价吗 马斯克虽然对外说停止收购 但实际上私下仍然在与推特接触 将于7折的价格310亿美元收购 但被推特断然拒绝 所以双方谈不拢的情况之下 就只能诉诸法院 本来10月21号开庭审理 在开庭的前三周 马斯克又开始推进以440亿美元报价 进行谈判 法院就暂缓审理 并要求如果马斯克在10月28号下午5点前 未能完成收购交易 法院将于11月重启案件审理 而马斯克最终踏着节拍 在10月28号完成了对推特的收购 并发布了一条信息 那只鸟自由了 但自由的鸟就开始了撒花折腾之路 先是两个戏精假扮被裁员工 接受各大世界级的新闻机构的采访 愣是被骗了 闹了个大笑话 随后还真的迎来了大规模的裁员潮 而后又让技术人员连夜感知出了 推特蓝标订阅付费的功能 推特每年50亿美元的收入中 有近90%都来自于广告收入 所以马斯克也想为推特 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 这不炒微信炒支付宝就成了其选择项 虽然微信和余额宝在中国非常流行 可是推特来炒微信和余额宝 怎么看起来都有些挺别扭的 想想你出门付款用微博 去医院看病挂号用微博扫一扫 用微博把钱转入余额宝 这画风是不是很怪异啊 那马斯克想用推特来抄微信和余额宝 到底靠谱不靠谱呢 咱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马斯克的创业史 他在1999年的时候 跟朋友共同组建了金融服务平台 X.com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在线支付 PayPal的前身 专售卖了1.8亿美元 最后就创建了SpaceX公司和特斯拉 从互联网大佬摇身一变成为了科技大佬 所以马斯克本来就拥有互联网基因的 现在只是重回自己老本行而已 也不算是跨界 先说抄微信这个事 小马哥也是经常来中国 自然是知道微信有多便利 但是推特真能抄微信吗 咱们先来看看两个平台的属性 微信的属性是熟人社交 及时通讯 生活服务 便捷支付 在外国人的想法中 微信就是Facebook WhatsApp 与PayPal的融合体 但是推特呢 它更多的是一个 众多老百姓围观大V的一个平台 现在更加倾向于政商两界的人 跟民众沟通的一个管道 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小马哥想把推特 做成一个跟微信那样 支付 购物 直播 生活缴费 储存证件 点餐等等 于一身的融合怪 致力于创建一个超级App 一个是强交互属性的新闻媒体渠道 一个是熟人社交软件 就好像让你打开抖音 去支付两块钱买个包子一样怪异 想想 为什么人们愿意把钱存在微信上 无数不在的商家支持 让人们养成了这种习惯 但是如果抖音出现比微信早 人们习惯了打开抖音 你说用抖音支付就真的不可能吗 从属性上来说 用推特买包子确实很怪异 但是要看谁玩了 马斯克一向被称为是狂人 他的做法可能会超出我们的认知 微信在中国这么牛 作为同样熟人社交的Facebook和WhatsApp 难道没有超过微信吗 Facebook2019年上线的脸书支付 满满的都是微信的支付感 但却始终没有在欧美国家出现一款 类似于微信的超级App 究其原因还是无线支付的网络问题 微信之所以能够人使用 是因为中国的无线网络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能够覆盖到 但是在美国却并不具有这样的便利条件 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在中国的地铁里大家都在看手机 但在美国的地铁里 人们都爱看书和看报 看人家的学习氛围多好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地铁里没信号 在如此重要的地方 网络信号都那么差 可想而知 想要诞生一款超级App有多难了 这款App你要保证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都有网络的情况下 才能为你提供服务 这是扎克伯格没做好 但是小马哥就有可能 想想马斯克的星链 无处不在的网络 再加上一个超级App 这两者结合起来 硬件加软件 这岂不是对其他互联网企业 构成了降维打击了吗 你问问扎克伯格 有没有胆量去收购一家电信运营商 来改善基础的网络环境 这样一来 是不是就有可能呢 再说一下小马哥最近想抄支付宝 没事的时候 把钱冲到推特账户里 能够在金融账户里产生收益 想用的时候 随时随地能够转给别人 这不是推特版的余额宝吗 甚至还说 会让账户增加借记卡 支票等等的 说干就干 这边是刚收购完推特 小马哥就开始向美国财政部 申请涉及到支付的处理程序 涉及汇款 货币兑换 以及支票等等的业务 这也是小马哥 想要打造万能版微信 卖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感觉 这推特越来越 有点中国互联网的风范了 可是要知道 小马哥 那可是在线支付的祖师爷 说PayPal是支付宝的老师也不为过 甚至余额宝都是借鉴了PayPal的 因为全球第一支互联网货币基金 就是PayPal做的 当时的规模达到10亿美元 只不过 美国的信用卡市场非常发达 人们习惯了使用信用卡之后 就难以接受PayPal这种线上支付的方式 所以 虽然支付宝在PayPal身上借鉴了很多 但是把在线支付扩展到极致 发扬光大的却是支付宝 所以 现在小马哥重新提出 要在推特中植入金融账户 只是对20年前未参与在线支付的一种延续罢 你看 人们为什么要往支付宝里边存钱呢 那是因为 有要频繁支付的需求 换句话说 可使用支付宝的场景非常多 你再看看各个使用支付宝 微信收款二维码的商家 你以为他们当初都是很自愿 让你把收款二维码放在店里吗 那都是微信和支付宝花了近百亿的补贴 耗费长达十年的时间给补贴出来的 中国低堆的低成本 让这成为了可能 可是要在人工成本巨高的美国 一个一个商家来推广 这真的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 小马哥只有先解决了 让人们如何心甘情愿的 把钱存进推特账户之后 才能在金融领域大然圈角 其实小马哥想做这个超级APP 就是一种互联网上的基础设施 在这个基础设施之上 各种公司 机构 组织 在其上面开展业务进行互动 比如中国的支付宝 微信正是扮演着这种角色 基础设施的搭建非常的复杂 也非常的困难 但一旦干成 简直就是无敌般的存在 您说是吧 脑洞堪壁黑洞的小马哥 在蓝色小鸟身上还会迸发出多少天马行空的想法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对于小马哥超微信超出宝 您是怎么看的呢 说说您的看法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观众猫眼儿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众猫眼儿